若论中国近代以来最无争议的姐妹天团 那非宋氏三姐妹莫属 宋爱玲 宋庆龄 宋美玲 一个嫁给行政院长 两个嫁给民国总统 一部家族史 差不多就是半个民国史 宋爱玲 M 孔祥西 宋庆龄 M 孙中山 宋美玲 M 蒋介石 但他们名流青史 又并不仅仅是因为密的好夫婿 三姐妹都有着惊人的聪明才智 宋爱玲是中国第一个正式出国留学的女性 日后成为宋家神话的创造者 纽约时报宇 宋庆龄不仅是孙中山的妻子 秘书也是她的顾问 宋美玲抗战时 在美国国会的英文演讲 一层震动全美 她们出色的才智 与不平凡的婚姻 可称得上是相得益彰 这样出类拔萃的三姐妹 是怎样的家庭教育培养出来的呢 之前 环环曾经扒过三姐妹的父亲宋耀如 点这里 中国最牛岳父是怎样恋成的 这位老爹人生之波澜起伏 简直比励志冒险想说还精彩 今天再来说说三姐妹的母亲 所谓有其母必有其女 能生出宋氏三姐妹这样的女儿 这位母亲绝对也是一枚大写的奇女子 宋氏三姐妹与母亲倪贵真的合影 圣女下嫁凤凰男倪贵真 宋氏三姐妹的母亲出生在一个生活忧郁的书香世家 她的父亲是上海耶稣会最早的中国节目师之一 也是位精通法律的学者 母亲家族的来头更大 先祖是明白大学是徐光启 倪家思想开明不管男孩女孩一律从小开始读书 倪贵真四岁就练写字之后进私塾 十四岁读女子高中受西式教育 十七岁毕业擅长数学爱弹钢琴 英语也很好标准的学大白富美 因为家庭环境宽松 倪贵真从小就很有主见 她不想缠足家中便也由她 但等她长大 一双大脚却引来风言风语 下退一大票求亲者 那时候女孩一般十七八岁就出嫁了 身为白富美的倪贵真 却因为大脚成了圣女 年轻时的倪贵真依稀可见 清秀模样 其实她也不是没有追求者 年幼时倪贵真有过一门娃娃亲 虽然双方家长当时只是玩笑话 后来也断了往来 但男方一直以为婚夫自居 甚至几次要来抢婚 对于这位单方面给自己加戏的未婚夫 倪贵真是拒绝的 她的态度很坚决 宁可嫁不出去 也不要嫁给不喜欢的人 正是在这个时候 宋耀如出现了 出身平民之家 其貌不扬 历经无数坎坷 才当上传教士 初来乍到受人排挤 薪水微薄 生活清贫 从头到脚就是个大写的凤凰男 年轻时的宋耀如 偏偏富家女与凤凰男一见钟情 宋耀如虽然无前无事 但读过书刘过阳 有见识有胆破 更有一腔志向 谈吐气质 与寻常娇生惯养的 富家此地截然不同 而在宋耀如眼中 倪贵真聪明美丽 一双天族不但不是缺点 反而是胆识和勇气的象征 两人又都是虔诚的教徒 更加情投意合 相识两个月便决定闪婚 新婚后 宋耀如依然受到上司排挤 不断被派到艰苦的地方传教 倪贵真毫无怨言 与她同甘共苦 后来为了不让下 嫁给自己的妻子受苦 也为了给反亲事业筹措资金 宋耀如下海从商 一发不可收拾 成了上海滩有名的实业家 人人都羡慕倪贵真 选对了钱力股 但对她来说只不过是遵从内心 选择了自己所爱的人而已 而她爱的人足够优秀 优秀的人总是会成功 日后宋耀如回忆起 当初的日子时曾说 倪贵真的伟大之处 在于 敢自己选择爱人 这在东方 在中国简直是不可思议的 不走寻常路的严母 宋氏家族全家福 前排左起 宋爱玲 宋子文 宋子安 宋庆林 后排 宋子良 宋耀如 倪贵真 宋美玲 宋耀如 与倪贵真 一共生了六个孩子 三男三女 孩子们相继出生时 家庭经济状况 已经大为改善 住进了花园洋房 用上了高级西式家具 从小更是有一流的家庭教师 来教他们读书 但对孩子们影响最大的 依然是父母的言传身教 孩子们最初的英文教育 都是宋耀如和倪贵真 亲自来做的 他们从国外 够来英文幼儿读物 轮流教他们读写 给他们讲故事 精通钢琴的倪贵真 更是成了孩子们的音乐启蒙教师 但在教育理念上 夫妻两人有所不同 宋耀如身受西式教育影响 爱陪孩子玩 释放他们的天性 而倪贵真 则是家中立规矩 有威严的人 严格管束着 孩子们的言行举止 两人的角色 恰好颠倒 成了一对慈父严母 倪贵真主张严格管教 她认为溺爱 会造成孩子的依赖性 日后难成大器 在宋家 不仅饮酒 赌博这样的放纵恶行 被严格禁止 一举一动 皆有规矩 宋氏三姐妹 出现在公众面前时 永远是一丝不苟的盘法 便源自母亲当年的家教 她特别注意 培养孩子的自理能力和独立性 虽然家境忧郁 但她不希望孩子们当教生惯养的公子小姐 闲邪时 她教女孩们学做饭烧菜 甚至专门请人教她们针线女红 孩子们也从她身上学到了慷慨仁义的精神 身为虔诚的教徒 倪贵真常常周记穷人 给贫苦人家送粮食 帮忙照看村里有病的孩子 还开设课堂 给没读过书的人 享受卫生健康常识 她不关心政治也不甚了解丈夫支持的革命活动 但宋耀如拿出大量收入资助革命党人 她一生从未有过怨言 最难能可贵的是 她在三个女儿的教育问题上 极有远见 倪贵真受过良好的教育 因此头脑中绝无女子无才便是得的旧观念 孩子们还很小时 她就打定主意 三个女儿一定都要出国读书 为了让孩子提前适应独立生活 宋爱玲才五岁时就被父母送去寄宿学校 16岁时正式出国 等到宋美玲出国读书时 甚至还不到十岁 而且一去就是十年 未来正是靠着这十年留学打下的英语功底 宋美玲用七场演讲征服了整个美国 有其母必有其女宋家三姐妹中 最早被人说将来可以做总统夫人的 是大姐宋爱玲 那时她还在美国读书 因为大胆质问罗斯福总统而广受关注 不过最终做总统夫人的并不是她 而是她的两个妹妹 而有趣的是 无论是宋庆龄嫁给孙中山 还是宋美玲嫁给蒋介石 都曾遭到过宋家的极力反对 特别是母亲倪贵真 宋家反对宋庆龄 与孙中山婚事的理由很简单 双方有28岁的年龄差 就凭这一点 全天下的父母都不会支持 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蒋介石是倪贵真 更不愿意接受的女婿人选 孙中山虽然年纪大 但和宋家交情深厚 而且威望崇高 而蒋介石离国婚 又是个军人 名声也并不怎么好 但就像多年前 倪贵真自己做主选择丈夫一样 她的女儿们在婚姻上的倔强 与她如出一辙 宋庆龄以陶家的极端方式 和孙中山成婚 宋美玲软磨硬泡 又得到宋美玲的支持 最终也熟愿也长 或许她把他们教育的太有主见 又或许是他们 本来就遗传了她的性格 女儿们视她为榜样 当然也会像她一样 很早就清醒的 认识到自己想要的是什么 然后牢牢掌握住自己的命运 作为女儿 他们曾仰望她 效仿她 终生敬爱她 而最终超越了她 这或许才是一个母亲 作为教育者最伟大的成功吧 最后 环环友情提示一下 本周日就是母亲节了 大家一定要记得 跟妈妈道生辛苦哟